我们这回就到了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就职 这个社会部就是我们的特务工作的核心部门 党的情报和保卫工作 这个是我其实来延安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 有接个电话吗 不接了 就是看一看这个中央社会部的就职 为什么呢 因为像 我有那种 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那行了既然这么说的话 那这个也发不出去了 这是高华南京大学的教授写的 这个太阳是怎么升起来的 这里面有一个是 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运动 这风运动呢首先呢是打击那个王明博古这些国际派 第二个呢是打击的是一些小知识分子 那这些小知识分子呢 因为比如说像王十位写的野打核话 比如说像 这个丁灵写的这个三八节油感 就这些事情呢 写完了以后呢是 就被整了 而且这种整风呢是影响面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死了很多人 对不起说错了不是死了 整了很多人 我们看看他这块这个社会部二室 这是中央情报部二室 这是 所谓侦查审讯和这个社会调查 王十位当时被打成特务以后呢 就是在这个社会部这块也叫陕北 西北公学 在这个地方呢是被关押 这二室 社会部管工室二室 侦查科所在部 当时侦查 所以我们等会儿进去看一眼 这个是侦查的一个地儿 这就是侦查刑讯的地儿 中央社会部的景点确实是一个小众的 大家很多人看完那个早原旧居以后呢 就不会再来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还是值得一来的 这中央社会部 中央情报部 两块盘子 一个班子 这是搞特务工作的部门 那个领导叫刘半农 也是保卫这个延安的一些这个被怀疑成特务的分子 不管是清白的还是不清白的 那首先呢要在这边进行侦讯嘛 这就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门 这小院 实在是没人来 这门呢 也没人把手 也没人把手 屋里也没人 好 那我们再看看这是二室 我们再看看前面的其他的地儿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旁边叫西北公学 是培养了一个特务工作的一个学校 后来在整风时期呢 也是作为一个监狱 来关押一些特务的嫌疑分子 好 那我们往前看一看吧 其实它树重重看到一块牌别 写着为人民服务 但是没有这个方面的历史的介绍 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 树的这个牌子 张思德的刚才看的张思德的雕像在这儿里 好 我们进去看看吧 中央社会部机关就职 衣室就职 还有一个是总务处就职 这个不会都锁着的吧 没有 你看这都开门 啊 这锁着呢 锁着呢 那我看一下 看能看见什么 它也没什么了 看看这个衣室和机关就职 这土土墙还挺厚的 哇 白山腰呢 这真是考验体力 潜伏 潜伏 潜伏那个电影里面 余泽成 这个被送到延安进行培训 在这儿培训 建的这个就是刘半农 这是什么刘半农 一直说什么刘半农 叫李克农 建的是李克农 哎 好 往前看看 这这片的 可是够大的 那有能进 有的不能进 你将这个 还是就是说 哦 实际上都能进 不是锁着呢 进不去 这是刚才就到了 这个李克农的故居 什么李克农 这回没念错 李克农的故居 还有一个是 李克农女儿 李宁 即子女 先后于2005年 08年 在李克农故居 植树两棵 以示纪念 这边还有一个李克农的生平展 这个小房子里面 那是55年的上将 三星上将 12年的去世了 小年63岁 挺年轻的 这60年 这60年 探望李克农 那时候李克农 可能已经冰重了 这就是 54年 陪同中来 参加日电话会议 这是46年 北平军调部时期 对于这个国际友人 友人 我是什么人的 这是4年9月的第一次政筋商会议 但是李克尔隆在早原 53年陪同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55年在中南海华人坛为李克尔隆受薪 这国民党有代列 国民党有李克能 直接守苏恩来的领导 旁边有一个更加神秘的一个办公室 叫什么 叫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 都挨着 看看吧 既然到了这边了 怎么又有二室 总务处二室 可以进 这个一室 可以进吗 这还真是没什么人来 哇 小院挺好 看看这个一室是做什么的 一室是什么 城市部什么 下手机要科通报科 通讯联络科业务指导科 为我党秘密情报工作的主管机构 这是 这有几位 龙青长 潘汉年 孔丹 孔丹 这是那个孔丹的爹 叫孔丹 他在这里介绍了这些 部队设计划 这都是一些领导呢 这都是一些领导的啊 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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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可以看看这个书报简讯是什么 真是不知道 他这个是友人处 远东情报局 驻延安言乐小组 友人处 国际友人 收集日委讲情报 转报莫斯科 哇 叫什么名 斯科瓦 错夫 孙平 真没想到哈 那小小的延安 其实说不光是有一个这个远东情报处 还有什么呢 还有国民党的联络部 这远东都不让进去吗 这些 不一定能进去了 现在 还有这个美国的联络处 把它给封上了 不一样哈 是一种西式风格的 俄式风格的 它给圈起来不让进啊 哎呦 太小气了这是 是不让进 全队封上了 应该没有人来这边啊 刚才由人如知 现在都没人了 好吧 那就这样吧 啊 这边是 把这个苏德战争爆发的准确日期的 这种情报 发给了苏联最高统帅部 你看 当时 不让斯大林听没听 哎 估计是没听啊 这边快没电了 最后一点时间吧 这段 也暂时发不了 我就说到 呃 呃 延安的 革命历史 圣地哈 但是 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呢 确实没有讲 你比如说这个社会部 他们在 延安整风时期的 呃 所作所为 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讲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看一些历史书的话 比如说像 南京大学高华教授所写的 这个太阳是 怎样升起的 这样的书 可以知道 延安整风时期 为什么像解放日报 新华社 100多工作人员 有差不多90%的人 都被打成的特务 关押 包括 李瑞 当时是解放日报的工业 经济版的编辑 啊 这关了 一年吧 他 当然李瑞的回忆是说 当时就是 被错打成了特务 然后呢 他呢 他觉得这是党对他的考验 直到那个 1959年的这个 范又青 打倒彭德怀的时候 同时把他也给打倒了 再过后 文革过后 这才慢慢的 明白 就是自己在上的是一个什么船 他是一个 纯真的一个学生 大学生 跑到延安来 有一个叫朱南的一个 也是一个学生 写的忏悔 书中写到 就是说自己 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教育 资产阶级的教育 里面是什么呢 是培养人要有一种大公无私的 个人英雄九亿情怀 这个呢 跟我们讲的有不存在一样 我们的 我们党讲的是要集体主义精神 要服从组织安排 你个人主义 驱动下来到延安 这是犯错误的 或者当时认为他是犯错误 写检讨 写一遍几遍 写很多遍 忏悔 但实际上他们确实是 蛮强热情吧 来到这 包括李锐这些 三八十的干部 如果这些历史不知道的话呢 那 那 在 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呢 还是会有人 向党提议意见 那王世卫呢 也是在 刚才下面那个 西北公学那个位置 四七年被砍了头了 因为四七年那个 国民党不是 都轰过来了 被砍头了 到一九九一年才平凡 过了快五十年才平凡 这事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要 多看书 看不同的书 去 了解一些故事 历史 这对将来会有指导意义 就跟我这次延安之行似的 我来到这边来 来去 考察历史 但同时呢 我也觉得呢 这里 曾经发生的事 将来必定还会发生 好 谢谢 我们